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 我们先插播一下最新的消息 如果说你刚刚在一点半没有看台股的收盘的话 我们来告诉您今天的表现很亮丽 台股今天是在金融传产科技股连昧走高的情况之下 指数也是开高走高 创下了29个月多来的新高点 中场加权指数是收在8520.11点 大涨了147.63点 那么成交量放大为1499.01亿元 人者在今天看到台股又过新高 说到连胜文的伤 那么当然大家是揣测很多 那么部分的人士甚至质疑 而且连包括民进党主席蔡英文都说 看看是不是应该要适度的来公布一些病例资料 那么但是台大医院的创伤医学部主任柯文哲 他当时有去帮连胜文来处理他的伤 那么他就澄清了说 外界不需要去怀疑了 因为他可以作证 要怪就怪台大的开刀技术太好了 让连胜文的病情恢复迅速 那枪伤是真的不要怀疑 这个社会没有复兴力 那是什么假 这个我跟你讲第一天生也没那么勇敢 我才不相信 这个到底 我有几美小护士 难道台大小护士出来爆料 没有 一下子 一下子 莫名其妙输掉 一下子 shock 所以 这个 这个就好像 怎么讲 像小孩子糖果被抢走 shock三分钟 一下就好了 刀开得好 你们也不高兴 这个奇怪 这个 要怎么讲 刀开得好 你们这个时候 我说 扁嫂来我们也被骂 连胜文来我们被骂 奇怪 怎么怎么 怎么那么倒霉 台大一百多年了 不会造假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 难道我身份出来讲还有问题吗 我就是说 生虑的人 这个我才是最大证人 好如果要说政治立场的话呢 这个柯文哲医师自己都不会言 他可是身虑哦 但是呢 他就说有伤就是伤啊 事实就是摆在眼前的 那今天当然我们就来好好讨论 连胜文的伤 为什么呢会被称之为非常的神奇哦 他真的是很幸运 也可以我们俗称这样的命大了 张医师我们来看一下 从今天您也带了这个模型哦 让我们先了解一下 首先第一点哦 我们很关心就是说 他其实很多重要的这个功能 好像现在都是维持着 能够开口说话 你看昨天还能够接受 检方的救训哦 然后呢 他其实呢还可以咀嚼 但主要是靠左边 那另外呢 现在好像听起来说 他的这个神经啊 也没有受损哦 那到目前有可能还是要 要观察要评估 要观察哦 ok 好所以呢 那另外一点哦 我觉得这真的是 听说礼拜五啊 后天呢就可以出院了 这一点是不是可以让我们来了解一下 那为何如此的幸运 如此的神奇 那我想我们 那个真相我们不会知道了 可是我们还是来好好关心受害人 就是连先生的病情比较重要 对不对哦 其实哦 那个连先生真的是幸运 我只讲一句话 幸运 真的是幸运 因为我们如果把我们的头 头颅 把这个头颗 头颅当作我们的房子来讲 你看我们的房子是不是有一个梁 对 还有一些墙壁对不对 对 当我们墙壁破了一个洞 只要梁不塌下来 这个房子是不会塌的 对 那我们这个头颅也是一样 当我们有些某些重要的支柱都没有被破裂 没有掉下来 那就算某个地方有破洞 其实是无关紧要的 那连先生的问题就是刚好是 他所那个子弹穿过去的地方 都是那种墙壁而已 OK 那尤其是他这个子弹呢 如果像以前我们在医院 教学院在做枪伤的治疗的时候 我们发觉一件事情 当这个枪伤进去的时候 一定会产生一些烧伤的状况 就是周围 可是如果你是手枪 因为手枪的话 它的子弹比较小 还有它速度比较慢 不像那长枪 长枪的话子弹大 那速度快 所以它的力量会很大 它烧伤的范围会很大 那因为它是手枪 可能它的速度也不会很快 所以它进去的道路 所破坏的地方 刚好就是就像一个隧道而已 周围的软组织或骨头 所受到的烧伤的范围 几乎是很小 所以我说它幸运就是这样 那我们因为台大 没有公布它的病情 可是我们从这两天 前几天不算了 从昨天跟今天跟前天 这两三天所公布的病情 我们确实可以了解一个知识马迹 而且可以确定的 尤其像我们几个医生在一共讨论 我们就发现是确实有一个 病情应该是怎么样 而且以后该怎么样做 这术后 我们可以发现说 它进去的路 是从左边进去的嘛 左边进去的时候 它是从我们的皮肤进去 所以皮肤进去经过我们的脂肪层 然后直接就到达这个叫做我们的颧骨 那如果你颧骨进来的时候 你看这个 刚好颧骨进来的时候 它碰到这个空间叫做我们的上寒痘 以为是空的 那空的再进来就是我们的鼻腔 就鼻子的那个痘 对 一样进去之后呢 刚好这边有一条线 你看看这个哦 你看看再继续看这个 这个是我们的鼻梁的骨头 硬骨 这边都是硬骨 可是我们硬骨 前面是有一个叫 就鼻中隔 对 鼻中隔有没有重要 鼻中隔其实在我们的 的那个支撑里边 并不是最重要 这就是我们的鼻中隔 就是这一块 它刚好穿过鼻中隔 是 有没有穿到硬骨 所以没有穿到硬骨 鼻子也不会塌下来 那当然鼻中隔 如果全部都不进也不行 所以我们经常利用鼻中隔 取出一块鼻中隔的这个软骨 拿来做某些地方的缝补 所以就算鼻中隔少一个洞 也没有关系 所以它真的是幸运 好那经过鼻中隔之后呢 这是鼻 这一块就是鼻中隔嘛 鼻中隔再继续穿 就穿到这边也 这个也 这个也就是我们全骨 它已经穿到全骨里边的 那个上寒痘 我再把这个拿过来 也是这个痘 又是空间 又是一个空洞 对不对 是 那空洞出来 这边是有一个 一个臂嘛 有一个骨头 它穿过来 然后刚好穿过来的时候 这边有一个 捏肌的肌肉 碰到捏肌 稍微捏肌 受伤一点点 然后伤口 所以这边的出来的伤口 会比这边出来的伤口 比较大 因为这个跟子弹 经过的路途有关系 所以现在怎么 现在目前以台大公布出来 他们治疗的结果 已经不治疗了 为什么 它把所有的引流管 全部拔掉了 为什么引流管拔掉 昨天拔掉的 对 引流管就是因为你这个痘呢 因为这个从鼻腔进来 会进到这个痘 那这个痘里边会流血 那流血 我们一般的治疗是有 用引流管 引流管只要不流血 那个 里边痘不流血 我们引流管就会拔出来 所以 引流管拔出来代表 它已经不流血了 对 还另外一个呢 它这个伤口 我们一直关心的 就是这两个伤口 对不对 对 因为它是手枪 那手枪的话 我刚才讲过 可能它那手枪的速度 跟它的子弹 应该问天朵 他会比较清楚 是不是小的 所以它的伤口 就是一个洞而已 所以当场 直径0.9公分 对 那那个以子弹来讲 应该也不是很大 所以它被一个洞 所以当场在 在那个开刀完 就直接把它缝合了 所以以后也不要 再什么皮半补皮 都不要了 只是以后会产生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因为你缝了以后 里边会产生 疤痕组织 所以以后这个地方的伤口 会凹进去 就会有一个凹陷 可是骨头 里边的骨头 当然破一个洞 对不对 这个破一个洞 如果不是很严重 它骨头会慢慢长 如果真正是凹陷 以后也有方法 我们待会再继续谈 好 至于这边的一样 我记得今天 中国事报社有讲 这个地方 以牛管还没有拔 代表这边的血水还在流 所以这边伤口会比较大 那一样的 这边如果好的时候 它也会产生一个凹陷 就是收缩 有疤痕的收缩 那以后呢 那我们以后的 就是它今天的治疗 应该是到这为止 唯一以后要做的 可能就是美容方面 的事情而已 那美容方面有几个地方 就是第一个 就是皮肤嘛 那皮肤可能必须要 以后重新开刀 把那些凹陷的地方 把它切除 然后重新缝合 或者是把凹陷的地方 打一些脂肪 或是打一些波浪酸 让它鼓起来 看起来比较饱满 对不对 那至于这个骨头 我们刚才讲到 这个骨头对不对 它都进去 都是从旁边进去 那旁边进去的话 前面 只要前面的骨头没有凹陷 那就没有关系 那如果有凹陷呢 也可以 我们可以从这个 下眼瞼的地方呢 开刀 然后用骨头 就从头骨 或是别的骨头把它放进来 让这个骨头饱满 或者是你不这样做也可以 直接是打脂肪 波浪酸让它鼓起来 那个脸就看起来 是漂漂亮亮的 好 休息会今晚 跟我们马上回来